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年底应该是算37届最充实的一季 Intel和AMD都纷纷推出新一代的CPU 也让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商界产品来测试拍摄影片 但我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目前在安装测试用的开放式裸测架根本不够用 一下子要安装AMD CPU和主机版测试 全部测试完毕后又马上拆下来 换装上Intel CPU系统再做一次全新测试 而且最麻烦和最痛苦的事就是在整理拍摄影片中的资料 只要发现少拍没拍到的镜头 就必须再拆装一次来补拍 这种失误过程真的是我的噩梦啊 而且这次也很意外借到 D790 ITX小主机版 这种迷你尺寸小主机版 装在我的ATX铝合金裸测架上 整体看起来也非常空荡荡 让我在拍摄取景时也不好构图 又要闪避一大堆线材 本想要再买一个我现在用的铝合金裸测架 无奈现在真的涨价太多 要3-4000元寒运寄到台湾 而且新购买裸测架只是在辅助使用测试 也不需要用到那么好的材质规格 所以我在淘宝又找了一些便宜一点 用烤漆版设计做成的开放式裸测架 每个售价大约在台币1000元上下 看你在选购再加上零配件会有不同价位 也别问我在哪一家购买 因为这不是业配恰饭 请自行在淘宝找开放式裸测架 那首先介绍我手上这一箱 这是我为了测试ITX mini主机版所购买的裸测架 这个单价会比较贵 因为还要再选购一条PCIe 4.0显示卡延长线 才能和主机版做串接延长位置给显示卡使用 而且它也是目前买回来最贵要价1600元左右 下一个就是ATX主机版规格横档式裸测架 这一个就真的便宜太多了 基本连接线、开关按键和水冷风扇固定价配到好 大约台币800元上下真的有过便宜啊 最后我又买了一个外置式360水冷排风扇固定价 因为现在Intel i9-13900K发热量真的太高了 为了在各测试架上可以方便移动测试资源 我觉得把360水冷独立出来 对我在做测试和拍摄工作会提升方便很多 而且它也不贵才700元出头 就顺便节省一点运费一起拉回台湾 那首先从ITX裸测架开箱介绍 首先是我加购的PCIe 4.0显示卡延长线 这一条线材我是建议跟买家直接购买 因为他们最了解 要把主机板和显示卡之间 要预留多少线材长度和插头位置都会完美做到好 比较不用再回台湾花大量时间去找适合长度线材 再来把箱内物都全部拿出来 等一下也比较好介绍 再来是我第二个加购的240水冷架一组 如果你是使用塔散散热就不用选购 但我必须说个老实话 现在用不到 不表示你以后也用不到 因为现在CPU温度都太高了 到时想换水冷散热器 又要再为这个小东西花费很贵的运费买回台湾 真的得不偿失啊 再来是电源供应器固定架 一包螺丝固定组 也送了几条束带在里面 但里面这块铁板是用在哪里啊 我怎么在他产品展示照片中 都没有看过这块东西呢 啊 还是怕被水冷排挡到 特别独立出来装电源按键的吗 嗯 算了 别再猜了 等一下组装就知道结果了 再来是Fx规格电源供应器固定架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角 ITx裸特架 嗯 等等哦 差点漏掉介绍这一个显示卡 和电源插座延长线固定架 这一个就是把你显示卡装在主机板背后 和延长电源插座线路来使用 算是第二个重要的零件 再来是我们的ITx裸特架 哇 这个简单单薄造型架子还不轻呢 来量一下他的钢盘用的多厚 哇 用到3mm的厚度 难怪拿在手上有点重量感 而他的整体做工还不差 唯独让人烦恼是我找遍全部到箱子里面 还是没有附上任何组装说明书 唉 还好 在上次组装铝合金裸特架也是一样情况 我也慢慢的释怀了 早有心理准备要再看照片组装 再来开箱ATX规格横档式裸特架 嗯 包装保护性还算不错 好评 那首先最上面这一个是用来 主机板IO背板和显示卡固定架 再来是240水冷排固定架 他也有卖360尺寸 但我已经买了一个外置式360水冷排固定架 所以这个我是直接选购240尺寸就好 一包螺丝固定组 和几条整理理线用的束带 最后是我们的ATX规格横档式裸特架 整体看起来品质还算不错 而且我选购的版本是有 电源开关键、重置键、两个USB3.0 Type-A 因缘输入输出孔 最后是硬帖读取指示灯 从中间部位大力按压 也没有软啪啪强度不足的问题 使用安装上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才对 而它的主体钢板大约使用2AM厚度 所以整体重量感觉没有ITX裸特架扎实 而它其他零配件在安装上也很方便 就是在原本位置上的固定螺丝拆掉 再把配件一起锁上就可以 还蛮简单安装操作的 因为我又找偏了箱子里内外 也是没有附上任何组装说明书 最后一个开箱是360水冷排固定架 这个东西如果不是要测试方便好替换使用 我应该也不会购买 所以要不要用就看个人决定了 而这水冷排固定架我是选购黑色款 因为在风扇带灰尘下使用 白色会看起来脏脏的 而这一组做工看起来也不会太差 水准还不错 两片组装在一起 拿在手上也有点重量感 而它使用的钢板厚度也是2AM 和ATX裸特架一样强度 再来是它的配件包有 一包组装固定用的螺丝组 一支L型内六角板手 头端有改成十字起子 方便组装使用 最后是水冷排固定架的提把 它是用铝合金做的 让你安装在顶部好 方便移动搬移使用 但还是又要说同样一句话 里面也没有附上任何组装说明书给你 当然又要再看照片组装了 那一样先从ATX裸侧架开始组装 光看它的淘宝网站上面组装完成图片说明 大约在一样一样的比对后 我大概能理解一点组装概念方向 感觉应该不会太难才对 那开始来组装吧 嗯?这颗螺丝孔位怎么会被电源插座挡到呢? 根本完全无法用螺丝起子锁定啊 所以表示应该是先把插头拆掉 在手上装回去的意思吗? 哦?没错就是要这样子做 锁定后就很坚固 最后再把插座装回去 嗯?这个FX电源供应器固定架的锁孔也太有趣了吧? 不管是对上或对下孔位都是少一组锁孔 感觉是少装出一个SFX电源供应器专用的锁孔呢? 真是有够天才的设计啊 到最后你也只能选择一个锁孔位 而且还会左右滑动的问题 啊!算了先别管了 锁上再说免得延迟到后面的组装时间 最后的样子就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上面能再修正好位置 可以锁到两颗螺丝 那就可以更加稳固许多 但是他就是没有考虑过 真是怪怪的产品设计啊 但最后附的这块铁板是要安装在哪里呢? 诶...我尝试装了几个位置 也看不出一个正确安装地铁 测试安装电源按键 它的孔径也太小无法安装 怪了 这个神秘配件到底是用在哪里呢? 再三比对产品组装照片 也没有看到这个零件在上面啊 所以说这应该是买家放错配件到我的箱子里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最后把电源按键装上去 就算大功告成这个ITX裸册架组装部分 再来是ATX规格 横档式裸册架 这一组零配件大约才2到3个 看图片安装应该不会太难 好 开始组装 和我先前提过 只要把原本在裸册架上面的螺丝拆下 再把配件一起锁上 就可以组装上相当方便好上手 好 组装完成 这一组安装上真的超级简单的 可是我把它改成直立式测试 整体站立后是非常的不稳定 有很大的公差错位问题 这也没办法 它本来就不是给你横式使用 可是没有要你制作聪明 改成直立式使用啊 对吧 而在主机板固定同柱已经有上了6颗 如果是使用ATX主机板 要再自己补上最后3颗上去 好 完成整体感觉还算不错 价格也不贵 如果真的有需求 是蛮值得入手一组来使用 最后是360水冷排固定架 看看照片应该也不会太难 有了前面2组的安装经验 最后这个安装上应该会很好上手 好 开始组装 收集点赞 订阅给你 build-普通 挑的 点赞 订阅 差点的 这个 没问题完成轻松秒杀 整体稳定度现在看起来还可以 但在之后装360水冷排 还能安稳站好吗? 就只能等待安装后测试了 那最后来展示一下全部电脑零件安装上去后 和我的组装心得分享 首先是在ITX裸测架安装后的质感非常的到位 整体看起来相当美观也赏心悦目 品质不会比铝合金高级版来得差 使用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如果能再把几个小问题修改好 那就太完美了 尤其是它的电源开关按键 可能起初没有考虑到会安装水冷排的问题 造成我要从开机开机使用 都会被阻挡到不是很好按 如果能改换个位置那就太完美了 再来是这个SFX电源固定架 只能锁一颗螺丝 让我在安装电源线路时 电源供应器老是在左右移动无法固定 真的很烦人 希望下一次能再把缺少的锁孔都做出来 而在电源线路理线上 如果你是要正常日常使用 建议是改成专用定制线材 不然水冷排的出风口 真的是被阻挡到太多面积 这方面散热问题要注意考量一下 再来是ATX规格横堂式裸测架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它就是中规中矩的使用 该想到能安装的地方都没有少 让你在使用测试上一点烦恼也没有 就是简单和安装机壳内部测试一样 装了能使用别想太多 因为它真的太像机壳内部 在固定主机板部分 连上部水冷排安装位置也是一样方式 那你说这样完美产品都没有缺点吗 老实说我不知道它算不算也可能只是个人问题吧 首先是在底部我有加装保护垫 因为这里有一颗固定电弓的螺丝 有时我在安装时需要立起来 就会刮伤我的桌面 所以我再加上垫子来保护避开这个问题 而在底部理线也是考验个人的创意 真希望它下次可以在主板下打一些穿线固定孔 让我有处现在可以穿孔固定在背板上面 总不能散步时让电线像猪肠子垂挂在那里 也不太好看 有多打一些穿线孔真的对理线会帮助很大 那最后是360水冷排固定架 老实说我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安装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还是DIY分体式水冷散热器 因为现在CPU的发热量真的太高了 在极限测试下它都会压不下来它的高温热情 所以等我想好规划方式再来向大家展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使用过更便宜优质开放式裸测架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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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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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